给个鸡毛当令箭 加拿大拒绝中国加入CPTPP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我们的价值观超级大国 加拿大再爆猛料 特鲁多政府说 不会批准中国加入CPTPP 加拿大电视台CTV啊 今天爆出了个新闻 虽然呢 小马林鼠的自由党政府 坚称环太平洋贸易集团 应该欢迎任何符合其标准的国家 但一部分公开的政府文件显示 总理希望中国被拒之文外 这个文件的来源呢 是特鲁多与英国前首相卓慧斯的 电话会议记录 去年9月份的 属于非官方报告 加拿大新闻社呢 通过信息获取法呢 得到了 也就是说呢 加拿大什么政务呢 都得公开 这一次呢 就必须得公开这玩意儿 结果呢 又爆出来了 最起码呢 这一段话呢 说明了几个问题啊 首先一个问题呢 就是加拿大早就想与中国过不去了 不是最近才发生的 最近呢 又有炒作 说中国干预了加拿大的大选 中国监控了加拿大的议员 中国又搞了其他的渗透工作 反正加拿大呢 被渗透的漏洞百出 天窗百孔 其实加拿大早就跟中国呢 卯上了 不是最近开始的 至少呢 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呢 就已经启动了 这个事儿如何解读呢 因为什么原因呢 之前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 不是不错吗 尤其是自由党政府 特鲁多政府 你看特鲁多这个名字 最开始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 不就是老特鲁多吗 小特鲁多应该最起码 继承他爸的这些遗产 这下子跟中国能搞好关系 怎么搞的 这里边原因呢 有几个 头一个原因呢 就是华为孟晚舟被绑架案啊 被绑架之后 以及呢 康明凯和这个斯帕福呢 老底坐穿 中加关系从那时起呢 就一直没好过 特鲁多政府呢 开始是又当又立 说我这边呢 抓了孟晚舟 你这边呢 把那俩人给我放了 然后呢 咱们接着搞好关系就行了啊 就又当又立 结果呢 中国就不鸟他 不鸟他 然后呢 就彻底不玩了 不玩了 加拿大就放飞自我了 仗着自己呢 是价值观超级大国 然后呢 又有何大国 美利坚合众国 给我 加拿大当小弟 胡家虎威了 加拿大这个行为 就是胡家虎威 但不管怎么着 自己是价值观超级大国 那也很猛啊 你别忘了 世界的这个排名啊 这个顺序应该是 头一号 价值观超级大国 然后才是何大国呢 明白啥意思不 但是呢 你说你是价值观超级大国 有人不服啊 比如说我们的宇宙超级大国 那肯定是不服 还有一个奶头乐超级大国 也不服 他俩表示不服 可以 到时候哎 背后咱说去 实在不行 到冰球场上 冰球场上 咱们咱们袖子都脱下来 咱俩干一仗 看行不行 最后还是我们价值观超级大国 哎 技高一筹 明白不 这头一个 第二个事是这个啊 孟晚舟事件后呢 中加 曾经呢 想恢复过关系啊 这个事就是 孟晚舟这事解决了之后啊 中国加拿大呢 想恢复关系 但是呢 中美对抗的大环境 不允许 所以呢 最终呢 就走向了对抗 说实话呀 如果加拿大想跟中国对抗 中国呢 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没什么筹码 为什么呢 加拿大毕竟人家是美国的第51个州啊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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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毕竟是价值观超级大国 你在价值观超级大国面前人价值观超级大国要挑战你了 你怎么办 我只能受不了了 我直接投降 否则呀 你这个价 你这要被价值观超级大国给掐住头左右摇摆就不好了 也就是呢 中国呢 肯定赢不了 赢不了呢 他知道啊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价值观超级大国实在是太猛了 哎 这是这是这是人类人类未来的希望啊 难道不是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这个 特鲁多政府呢 其实想跟中国呢 保持一种默契 不管怎么说呢 两国呢 虽然政治上炒得很激烈 但是经贸上的关系呢 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加拿大去年跟中国的贸易呢 反而增加了 而且增加这个速度呢 都是非常惊人的 比如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了 价值超过一千多亿美元的货物 怎么搞的 开始的时候呢 以为呢是加拿大直接了当跟中国进口 其实不是的 里边有相当一部分 大概一半都是转口给美国的 比如说中国出口给美国什么呢 一般都是机电产品 这些东西呢 怎么办 他在中国呢 生产一个啊 完全完整的 但是呢 里边啥字没写的 那么一个东西 这么个东西放到加拿大了 运到加拿大 加拿大买过来了 买过来之后呢 到加拿大 我们加拿大这厂子给贴个牌 贴个什么牌呢 加拿大制造 made in Canada 这就是加拿大制造 贴牌 给你一贴 然后再装上箱子 用火车运给美国 这就是转口贸易 之前呢我跟别人说这个事 很多人不相信 加拿大怎么能干这事呢 后来呢我跟这个董行的人呢 我们俩聊 真有这么一回事 加拿大呢去年给美国呢 这就是通过这种转口贸易 就赚了不少钱 这个事呢 也就是说特鲁国政府呢 美国政府这边呢 都是睁着眼闭着眼 怎么着都行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啥呢 保守党呢为了选举 为了选举呢 他就搞行为艺术 咬打火机啊 整活整话题 那怎么办呢 哎就炒作中国话题 那跟美国共产党学的嘛 炒作中国话题 说中国干涉大选了 威胁他们议员了 他们议员晚上睡觉的时候 梦着中国了 你说这咋整个 我这个东西 你我的脑海里到处都是中国 没有中国我活不了 你说这咋办 没办法 那跟中国对抗吗 表面上假装对抗啊 别别别玩真了 因为玩真的不好办 因为玩真了 加拿大出口给中国的东西 全在保守当选区呢 别到时候中国不要了 行我我我只不过咬了个打火机 把我把我蛇 把我牙绷蛇了两个 你这好好 你你在你在禁止我的货物 然后我的选区一下受了伤 那怎么整啊 所以呢玩肯定要玩假的 但是一定要玩 所以现在最近你也看着了 加拿大跟中国这个政治关系呢 非常非常的烂 就是这么个结果 第四个呢 这个原因 观察者网啊 有那么个节目叫观其有语 观其有语的苏师傅呢 就说了这么一个观点 他这观点是这个 美国呢 其实呢 是想让他这个这些普通国呀 什么加拿大呀 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呢 跟中国打轮战 什么要跟中国打轮战呢 比如昨天是澳大利亚 今天就是加拿大 明天可能是别人 这这个轮战怎么打呢 是这个 你看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给中国出口什么 大宗商品 而且这两个国家呢 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这个大宗商品呢 需要一个大的市场 他需要一个大的市场呢 只有中国呢 可以满足他这个市场 也就是说 如果他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呢 他这个货物 他这个大宗商品就没了定价权 没了定价权 可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没了定价权的话 你竞争不过别人 你很有可能就得折价出售 所以美国呢 就利用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让他们跟中国打轮战 怎么着打轮战呢 打轮战不是说加拿大跟澳大利亚对抗 加拿大跟 也不是说加拿大澳大利亚同时跟中国对抗 利用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跟中国对抗这个当口 让加拿大跟澳大利亚分别在不同的时段呢 给美国交保护费 这个是关键 怎么回事呢 就比如说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开始的时候跟中国关系闹掰了 闹掰了 中国不买澳大利亚的货物了 澳大利亚的货物呢 失去了定价权 就必须得折价出售 他折价出售 折价给美国 比如说之前这个货物卖给中国呢 是10块钱 然后他折价出售给美国呢 美国用5块钱呢 把这个把这个货物买到了美国 然后美国再出口给中国 出口给中国多少钱呢 8块钱或者9块钱 有的7块钱中国就能买到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买的一个货物之前要花10块钱 现在呢花7块钱8块钱呢 就买到手了 然后澳大利亚卖出去的货物呢 之前卖出去10块钱 现在呢卖给美国 他哎卖给美国是5块钱 美国呢做了做了2块钱的差价 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呢 交给美国的保护费 澳大利亚之前呢 交了两年的保护费 交两年保护费 自由党下台 工党上台 工党一上台说 我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然后我跟美国这边谈一谈 能不能松松口 哎可以松松口 好你你跟中国搞好关系去 加拿大哎轮到你了 前两年呢 你不是给我搞这个转口贸易吗 搞的不错啊 搞的不错 挣一枕闭一枕 现在呢你要交保护费了 怎么交保护费呢 同样的方法 你跟中国关心我闹僵 哎闹僵了 中国不买你货物 不买了不买了 加拿大货物失去了定价权 10块钱卖出去 现在5块钱要转给美国 美国再用7块钱 8块钱卖给中国 就这个货物最后还能到中国手里 中国呢 只不过呢 就之前花10块钱 现在花7块钱 或者8块钱 加拿大呢 卖出去10块钱 现在呢 只能卖给美国5块钱 美国呢 又赚了两块钱差价 那这样一来呢 美国呢 又收到了来自加拿大的保护费 这个这个呢 可能会持续两到三年 下一个呢 可能还是澳大利亚 还是澳大利亚跟中国打轮战 还是这样 就反复的保护费 那这个过程中呢 美国赚了两块钱的差价 中国呢 哎 少花了两块钱 受伤的是谁呢 谁也没受伤 为什么呢 因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都维护了自己的价值观啊 这个澳大利亚是什么 我们是人权 多元文化的超级大国 加拿大是价值观的超级大国 你看我们都维护了 我们各自这个利益 谁都没亏 谁都没输 那谁都没赢 那最后这不就是双赢吗 对吧 这这么回事 这这么回事 所以呢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呢 正在跟中国打轮战 打轮战呢 给美国交保护费 这么一回事 总之啊 加拿大这个怎么回事呢 最近这个加拿大这个价值观超级大国呢 总是找中国的麻烦 也有这么说法呢 有人说呢 可能是看那个那兔这个动画片看多了 真以为中国是个小白兔呢 结果一上场 哎 一摸 哎 这玩意不是小白兔啊 你这玩意啥东西 是乌苏李宗雄 又名东北宗雄 我这儿可没有东北金剑层能跟他对付啊 这个乌苏李宗雄的战斗力爆棚啊 据说战斗力仅次于阿拉斯加宗雄跟勘察加宗雄 反正不好惹 但是不管怎么着 不管他什么雄 我只要是价值观高于一切 那这个价值 加拿大这个价值观超级大国呢 就坐实了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我刚才不是说吗 那一小段话 第一个问题说 加拿大跟中国早就关系不打地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加拿大是肯定不会批准中国加入CPTPP 但是呢 他自己呢 说了不算 我们呢 是 虽然是价值观超级大国 但是呢 有些东西呢 也真是把控不了 为什么把控不了啊 这个东西呢 是怎么说呢 有时候这个国际场合呢 还是就是说 老人们 大人们玩的 小屁孩们 一边懒子去 CPTPP呢 现在呢 批准了一共参加了11个国家 然后后来英国呢 也要参加 也就是现在12个国家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CPTPP啊 现在已经被架空了 怎么被架空了呢 头一个呢 是美国搞的一个印太经济框架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一下子就覆盖了整个 几乎整个那个CPTPP的国家 以及呢 最近不是完全生效了的RCEP吗 这个RCEP呢 也囊括了 CPTPP 大部分地区 那这样一来呢 就不好办了 本来这个所谓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呢 参与国呢 就不多 而且呢 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呢 你还真不好办 关键问题是这个 你就即便是不让中国参加 你就把中国拒之门外 什么 现在现在 包括WTO所有的东西 把中国拒之门外 你行吗 这个里边的问题是啥 如果你不能提供足够的生产力 你光有一个名头是没有用的 现在的问题是你加拿大 你在中国面前你可以摆架子 你可以炒 我是超 我是价值观超级大国 哎 我谈价值观 随便 但是 埃及最近看着了没有 埃及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去那几个管理员 跑到中国去 跑了五个大城市 转了一圈 直截了当 拿到三百亿投资 人家谈成了 加拿大啥也没拿到 啥也没拿到 在一边被晾着 这不就价值观吗 价值观能换来货物吗 价值观能换来利益吗 如果价值观能换来利益 可以你用价值观 但价值观换不来利益 只能换来价值观 你是不是扯淡了吗 然后这个新闻还说啊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小马铃薯呢 有时候你真是 真的佩服他 人家真是 可能是他属于某一个 某一个文明社会里的人 我们不了解他 不明白他 你看他说啊 他说这个CPTPP呢 他说美国 欧盟他都希望加入 然后呢 他说了英国加入是好事 因为英国加入了 中国参加就困难了 这么一回事 我倒有个想法 其实我倒有个想法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就是说啊 我建议啊 加拿大呢 应该加入一带一路 为什么加拿大应该 建议加入一带一路呢 他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观魔法 只要一谈价值观 其他的这些国家就全都抛弃中国了 然后加拿大主导一带一路 这第二个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你加拿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事都得公开 什么秘密都得公开 你说你这个秘密给公开了 英国这边怎么想 人家英国以后还能不能跟你谈 能不能跟你谈重要的信息 英国那帮脑袋 你以为他傻子 他以为他 你以为英国不知道中国啥实力呢 本来这是私底下的谈话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外交不是小孩过家家 不是什么事都能得说出去的 有人就问了 那英国不也成天说中国不好吗 人家英国有权利说中国不好 为什么英国把钱放在中国了 知道英国往中国投资 投的是什么东西吗 养老金呢 英国把自己的养老金存款投在中国了 闹着玩呢 闹着玩呢 而且英国伦敦离岸人民币市场在干什么 发放以离岸人民币为基础的信贷 这是英国正在做的事 你加拿大做了什么 跟着美国屁股后边转 说我给美国做砖口了 那是帮美国 那是帮美国 那不是帮中国 知道吧 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还需要创造条件 It's so scary 我知道 是的 国际外交场合确实很可怕 当然了 当然了 有价值观在手 谁怕呀 我给个鸡毛当令件 你中国不让你加入CPTPP 我就不让你加入 怎么着吧 我就这么牛掰 这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确是价值观的超级大国 很天真 好 这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一毛节目 别忘了点赞屏幕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